不是中医是什么 难道是西医 我们靠什么成为全世界人数最多的 最了不起的民族 我是觉得中医很环保啊 我真的觉得是中医很环保啊 它全是地下长的呀 它真的都是自然的东西 西医都是化学提纯出来的 那很多化学 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是觉得反倒中医这种环保的 这种自然的这个理念 跟我们对于人的身体的自然的循环 这些所有的东西 我觉得中医这一套 其实是其实很科学 我们今天看很科学 我过去要是有病我会和病 有时候我记得我前一个肩膀 好像受风那样疼 他们就是给你去扎针 祖父是中医师 他很小就问我 你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多吗 我当时不会回答 我怎么知道中国人为什么 他说我们很会吃东西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就是在预防生病 然后我们呢 治疗的时候 不是治本的 不是治标的 但是我是听不太懂 后来慢慢我才了解到 中医它是用化学 西医是用解决 丢不好隔掉 手不好砍掉 这个脑袋不行砍掉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他中医不会 中医一看你哪通这通 他就开始揉这里 所以外国人每次都笑我 你看你放胃就搞错了 哪里通是不是揉这里呢 我说这里通你揉它不跟通 我们当他揉不通的时候 揉揉揉它好了就好了 就好了嘛 这就叫阴阳分布 像这些道理 你读完《易经》以后 你会非常的清楚 去看一本书 叫做《易经》真的很浓烈 那本书就是 你再看不懂《易经》 你都进得了《易经》